童雀台华欣上表 曹操在童雀台这儿是大艳文武啊 而且还做了些游戏 让武将跑马射箭 让文官绘画提师 然后他也把笔墨要过来 也想做一首童雀台诗 还没等下笔呢 有人禀报说江东华欣前来上表 曹操立刻吩咐 把表彰拿来我看 等他把表接过来这么一看 曹操把笔扔地下了 扑通坐那了 脸上有些变眼变色 看来他非常吃惊啊 中文武当时就愣了 丞相这是怎么了 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玉 京多见广啊 成玉当即吩咐 赶快设摆酒宴 给华欣接风 派几个人陪着华欣 另找一个地方 饮酒去了 实际就是把华欣给支开了 当着华欣 有些话不太好讲啊 他把华欣安排完了之后 成玉这才问曹操 朱公啊 您这是怎么了 在万马军中刀剑相架 丞相民事 身先士族 面无俱色 今为何一件东吴表彰 知彼于地呢 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 您都没害过怕照过眉 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 下得把笔都扔了 这是何意啊 忠德呀 你看看东吴这表吧 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成玉了 成玉一过目 哦 丞相 原来您吃惊 是为了刘备占领的京香啊 嘿嘿 正是 忠德呀 刘备乃人中之龙 他平生大智未遂呀 就是说他这条龙 他没得着水呀 今日刘备得了京香 好似困龙入大海 从此 孤心难安 我再也稳当不了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丞相 我看您倒不必多虑 我先请问丞相您 华新此来 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嗯 我不知道啊 忠德 你说华新来上表 江东孙权这是何意 丞相 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 因为刘备赖在京香不走啊 孙权本来想举兵取京香 可但是呢 他又怕丞相您 是乘虚兵进江东啊 故此他让华新为始 前来上表 推荐刘备 做京周末 这是安住刘备之心 思住丞相之望 然后孙权再用反监计 使我与刘备相争 孙权好趁机收回京香 再图咱的许昌 他这个计策很厉害 曹操点了点头啊 嗯 忠德说的不错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倒有一计 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 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 现在华新不是来上表 推荐刘备吗 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 江东所以让的是谁呢 是周瑜 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封 封周瑜为南郡太守 封城朴为江夏太守 不要让华新再回去了 把他留在许多重用 您这一封赏之后 周瑜他们就着急了 因为他们是虚仙的 挂名太守 光有这名没地方 地盘在刘备手里呢 周瑜能不着急吗 一定是举兵相争啊 等他们两家一打起来 丞相您就坐山观虎斗 然后您一出兵 是两敌俱败 曹操一听 中德 好记 说完了 他们招待完了华新 曹操领着文武 由童雀台回了许多 回到许多之后 他立刻上表县帝 把他的安排 就跟县帝全说了 曹操说什么 那县帝得听什么呀 牌味啊 傀儡嘛 曹操就把这华新留在许多了 然后表着刘备成谱周瑜 派专人把印寿给送了去 这一送这印寿 嘿嘿 裹不出成欲所料 当时周瑜就急了 周瑜这个着急心里是有道理的 怎么回事呢 你光把印寿给我不行 我不能当给挂名探手啊 南郡呢 多大个地方 要在那儿做太守 日进斗金 这是从私利上说 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 赤兵凹兵之后 他就进兵前江 准备打南郡 结果让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 自己在南郡中了剑伤 差点把命饶上 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 现在 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 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 这南郡呢 理应归我周瑜统下 周瑜是当即上表 表奏无主孙权 说咱们应该起兵 兵发南郡 兵去荆州 老成谱的心里啊 和周瑜一样 江夏太守的大印 在手里捧着 光捧这么个印 没地方 老成谱也不干 孙权一看这个表 嗯 公锦说的有理啊 哎 孙权想 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 先礼后兵吧 中保人是谁啊 鲁肃啊 刘备借荆州 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 还在那借条上欠过字呢 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 把鲁肃找到跟前 自敬 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 他到底什么时候还 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 哎 主公 哎 这个 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 他定然是奉还荆州 哼 孙权听得这会儿生气了 自敬 你真是说的容易 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 他说的也明白 兵取西川 然后还咱们荆州 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 到现在 刘备还是按兵不动 难道 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 哎呦 鲁肃一看主公急了 发这么大的脾气 主公 这又何必呢 我本想啊 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 嘿嘿嘿嘿 孙权就怕提这个 一提这事他心里他更凹头 得了得了 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 你说怎么办得了 借句上写着呢 有你的名字 刘备借去荆州 到今天迟迟不还 赖那儿不走 我想拿你试问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陆宿 你要是到荆州 把这地方给我要回来 咱们没有话说 如果要不回来 我就要发兵了 啊 好好好 主公 您息怒 我马上就去 三逃荆州 鲁肃这是第三回 上荆州这儿要地方了 收拾收拾 假一夜小粥 就奔荆州城来了 荆州的刘备 现在干什么呢 刘备这儿很有意思 桌子上摆着一颗大印 他和诸葛亮军事对面坐着 正这儿研究呢 两个人一边研究 这一边乐 乐什么呀 嘿 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 主公您看 他上表 见您为荆州牧 这倒是很明白 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 色助曹操之望 以后等待时机 用个离间计 使我与曹操动武 然后孙权豪趁机相图 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 他还表了周瑜和成谱 曹操明知道 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 他凭什么给成谱和周瑜 这说明有人呢 已经给曹操献祭了 曹操这一表周瑜和成谱 成谱周瑜 这是个虚险 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 准得派兵来取京香 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 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 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 曹操二次举兵 得镜像取江东 他就统一了天下了 嘿 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 这仨地方多有意思 仨地方没什么意思 就这仨地方这些谋士 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 合着谁怎么想的 谁都知道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 军师 我也想到这词了 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主公您甭着急 我说不出三天 鲁肃准来 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精忠 诸葛亮这话没说完 有人进来禀报 骑兵军师 鲁肃先生道 你看怎么样 说着说着来了 诸葛亮站起来就走 我说先生 您上哪去啊 主公 我回避回避 哎呀这不行啊 刘备一想你回避了 那鲁肃来了 我跟他怎么说呀 他准时来跟我要地方啊 他有来言 可我没有去语啊 这该当如何是好 主公不必着急 我不是走远 我就在屏风后这站着 鲁肃来的时候 您就热情接待他 他要谈别的 您就跟着他谈 他要一提荆州 那我该怎么办呢 您就哭 啊 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 心说知我者 孔明也 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 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 称得起是拿手戏 可就这么哭就行吗 您一哭 我就出场了 这倒不赖 行了 那先生您走吧 诸葛亮躲开了 刘备吩咐 有请 把鲁肃给请到客厅 啊 紫荆请来上座 哎呦 不敢不敢 鲁肃客气了几句 黄叔啊 您现在是我江东的教客了 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 这样一来 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 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 哎呀 刘备一笑 紫荆说的哪里话呀 你我是老朋友了 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 快请坐快请坐 分兵主落座之后 谈了没有几句 鲁肃就单刀直入了 黄叔啊 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 哎 紫荆我正想要问 紫荆在江东公务多忙 怎么这么德侠 到荆州来看我呀 是啊 一呢 我是来看望黄叔和诸葛军事 以及我家郡主 其二呢 上次黄叔您不是为戒荆州 给我写下了个字句吗 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 说时间也不短了 日子也不少了 不知黄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 什么时候能把京香还给我江东 我是特为此事而来 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呀 满面春风不慌不忙 跟刘备这事说 这句话他刚说完 刘备哭了 哎 鲁肃吃了一惊啊 黄叔 您这是怎么了 大丈夫泪不轻谈呢 我这跟您说着话 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 鲁肃的话没说完 从影评后一转身 诸葛亮出来了 紫荆你好啊 哎呦 诸葛先生 我这还正要打听您的 您上哪去了 方才我有点小事 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 紫荆 你说我们主公 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 真是的 诸葛先生 我正为此事请教呢 紫荆有所不知 我家主公很为难啊 哦 来来来 您坐这说 黄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当初我家主公 不是和孙将军 借过这个荆州吗 自敬 你是中宝人 还曾经立过字句 啊 对啊对啊 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 我主公说得很清楚 去西川之后 再把荆州奉还 是这样 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 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 哎 鲁肃一听 诸葛先生 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哎 哎 紫荆 你想一想 那西川流章 是汉室宗亲啊 那也是我家主公个兄弟 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 这个兵没法放 也就是说这西川 没法取 那么不取西川 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 有借据为平 长期不还 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 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 是我主进退两难啊 是为此难过 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 这一说呀 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 刘备刚才 当着鲁肃掉那眼泪 是硬挤出来的 那叫真正的作戏 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 他就得这么做 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 真把刘备的伤心事给勾起来了 你瞧瞧我刘备 自从出世以来 东跑西颠 尚无片瓦盖顶 下无利锥之地 老百姓讲话 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 直到如今 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 让人江东逼着命要 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的 一提鲁肃求见 心里就紧张 刘备想着这儿啊 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 他是越哭越悲 越哭越痛 最后啊 顿足吹胸 放声大哭 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 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 心说主公 哭两声就得了 怎么哭哪行啊 你别哭坏了身子 卢苏把眉头一皱 哎呀 如此说来 诸葛先生 那你看怎么办好呢 黄叔 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 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 这事啊 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 人家就等他这句话 鲁肃把这话忘过一地 诸葛亮马上就接过来了 子敬啊 是得从长记忆一番啊 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研究 还得有劳子敬你 鲁肃一听嗨 诸葛先生 您就别客气了 干嘛有劳有劳的 咱们这都谁跟谁啊 您就有话直说吧 那好 子敬你回到江东 还得劝解劝解孙将军 就是说荆州这地方啊 还得借个我们一段时间 现在孙刘两家更近了 联合聚曹 直到如今 没撕破过面皮啊 如今又成亲了 这是好上加好啊 我家主公呢 是你们江东的教课 孙权将军的妹夫嘛 不用说我主公提出来借这个荆州 就是不借孙权将军呢 也应该让我们心安理得的 驻守荆香 荆香处于江东的上游 也就是说是你们江东的门户 有孤老爷给你们看着大门 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况且我们又不是大孙 长久在这住下去 赖在京香不走 我主公说的明白 只要有了地方 我们立刻把京香还给江东啊 斩戒吧 就是黎民百姓 还有个川换 还有个借房子住之说呢 何况孙将军 与我家主公了 紫敬你说对不对 鲁肃想了想 倒也是啊 不过这个借最好有个准期限 唉 紫敬啊 借嘛就要仗义一些 干嘛诸葛亮一再强调这个借字 说硬在这占领着不行吗 其实也行 自从刘表死了之后 这地方谁都想占呢 是块肥肉 不但这地方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更主要的 这是军家必争之地 就像那抢占制高点一样 谁先上去一秒钟 谁就能胜利在握 所以对荆州这地盘全红颜 曹操想占 刘备想占 孙权更想占呢 诸葛亮硬在这站着不行吗 不行啊 那样一来 那就算和孙权彻底翻脸了 孙权呢 非举兵征伐不可 如果刘备和孙权一开战 曹操再一发兵 那刘备还不得吃亏呀 诸葛亮借荆州那是缓兵之计 因为当时刘备羽毛卫风啊 他的历领还不很大 再说这借荆州啊 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 已经三分天下 在龙中对策的时候 已经打好了主张了 以荆州为跳板 好进取西川 这是整个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战略总方针吧 所以说这块跳板 怎么能轻易舍掉呢 硬在这站着又不行 只好说戒 就是赖主不走 赖也好 戒也好啊 反正我在这站着呢 这地方就是我的 诸葛亮高就高在这 厉害 也厉害在这 几句话这么一说 鲁肃又没词了 那么诸葛先生 您看我 我得怎么办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樊老子敬回到江东 肯告吴侯 再荣些时日吧 诸葛先生 那我家孙将军 要不答应怎么办呢 诸葛亮笑着摇了摇头 子敬这话说哪儿去了 吴侯已经把自己的亲妹妹 都聘嫁给我家皇叔了 跟他借借荆州 他怎么能不答应呢 这就看您这个中宝人了 子敬 您得多卖没力气 好言相劝 好自为之 鲁肃一看 何着又拽到我这儿来了 他瞅瞅刘备 好家伙 眼睛哭得跟头一样 真伤了心了 鲁肃一想 诸葛亮这话说的也对 皇叔和我家孙将军 是实在亲戚的 这玩意哭得这么惨 唉 别说我呀 铁石人 坐在这儿 今儿一看皇叔这一哭 也得伤心呢 那好吧 诸葛先生 就依您所说 我回去呀 跟我家孙将军 好好再说说 不过 我说诸葛先生 您这儿也得快着点 快点进兵西川 还是什么地方 你们别让我来回这么跑了 我这 说着鲁肃脱起胡须来 看看心 说诸葛亮你也忍心 其实诸葛亮不忍心 又有什么办法呢 鲁肃当即告辞啊 他又答应回去说了啊 要不怎么有人说鲁肃 是一位宽人长者呢 可这解释也不一样 还有的人说 这宽人长者呀 别名是废物没用 其实鲁肃有用 不过他这个人很厚道 人家鲁肃啊 是有勇有智有谋啊 不过他这位对手啊 可实在不好惹 诸葛亮 紫荆 不在这住两天了 鲁肃一想 你们就会说这句话 住两天 你又不把这地方还给我们好不好 我长期这住着 行了 以后再说吧 鲁肃辞别了 刘备和诸葛亮上了船 他先奔柴桑来了 来到这见周瑜 见周都督把这番经过这么一说 哎呀 紫荆你又上了村夫的当了 都督 刘备哭得可伤心了 难道这回又是假的 他哪有真的呀 他怎么不忍夺西川呢 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 他就有吞并惊香之心 何况西川的刘章了 他说的那都是鬼话呀 要这么推诿下去 何时是了啊 诸葛亮一日不还荆州 那么必然要拖累老兄弟一日啊 难道就这么拖下去 哎呀 公锦哪 这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可我不诚想 刘备那哭是假的 诸葛亮说的那番话也是假的 他们说的跟真的一样 不真的一样 你能信吗 他们只能欺骗老兄女一样 因为紫荆人兄 你太宽厚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 你一见主公 主公又得火了 那我就先别去见了 我就在你这待着 你长期住的我这也不是事啊 荆州怎么办呢 可是啊 你说 诶 诸葛亮什么时候才能把荆州还给咱 公锦哪 你帮我再想个办法吧 说到这儿 周瑜站起来 用手扶着头额 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 哎 有了子敬 我有一计 必是刘备孔明 是双双授手 京香九郡 我江东是唾手 可得 我江东是未曾有一天 中国以后 我可以第一钞 你话 往来 我 感谢观看